大家好 批评书 吐红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孙立军 做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认罪之后 他的罪名出来了 简直是把人都笑傻了 堂堂的吐红中国的公安部的副部长 居然他的罪名是什么 是非法持有枪支 真是我估计全世界的每一棵草都在笑 笑得肚子痛 你一个公安局的局长 一个县公安局的局长 你都可以随时可以持有枪支 是不是 你开玩笑 你是公安局的局长好吗 是不是 哎呦喂 非法持有枪支 什么意思呢 公安部的副部长非法持有枪支 你是欺负中国人没文化呢 还是欺负中国的官员太傻呀 还是包子迪太聪明了 就是搞不清楚你知道吗 完了以后我们又开了一个地下会议 又热烈的讨论这个事情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成效显著 所以跟大家扯不扯吧 非法持有枪支 你从字面上 或者说你从共产党的所谓的游戏规则层面 你是看不懂的 所以很多人笑 很多人在网上说在骂 包括国内的一些人都在说 说你一个堂堂的一个公安局的一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他持有枪支 这怎么怎么解释都不是非法 我们记得这个公安部还有个副部长是不是 也被抓了 叫做孟宏伟 孟宏伟被抓的时候是在他的居所被抓的 他的豪宅里面被被抓在北京 然后动用了一个年的这个军人不是警察啊 军人就是武警部队过去抓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孟宏伟家里有好多枪支 不仅仅有手枪还有冲锋枪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火箭弹啊 至少有冲锋枪有步枪 所以东京的一个年的武警战士去把这个孟宏伟给抓起来 而且现场有枪声发生的枪战 为什么呀 因为你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 那家里肯定是有枪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不仅仅有枪 而且还有警卫 你说是不是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是不是 你说孙力军怎么会有非法持有枪支呢 那一定是有另外的解释 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场合 他可能组织了别人组织了一个非法的团队 然后呢 这个孙力军给他们特批了枪支 这当然就是罪了 这话怎么解释呢 所以呢 北京地面上有很多个说法 说这个孙力军的罪名呢 说出来以后包子就完全就是处在一个裸奔的状态 皇上没穿裤子 他的所有的丑闻都暴露了 暴露了两个丑闻 板上钉钉的啊 之前是传说是造谣传谣 现在是又再一次证明了啊 所谓的谣言 是领先的预言啊 领先的这个啊 所谓的传谣啊 其实是在传播真相啊 说有两个丑闻被作实了啊 板上钉钉 第一个呢 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这个江苏这边啊 江苏重庆湖北三省的公安厅的厅长联合起来 在江苏这边做了一个谋杀细胞子的这么一个大案啊 这个共产党的官方新闻都报道过是不是 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说实话 我们也是小星星啊 就是造谣传谣水平不够 是吧 或者我们的想象力不够于用 是吧 我们老以为是江苏那边有一牛逼人 比如说李源潮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重庆那边有个什么牛逼人 比如薄熙来的旧部啊 怎么的怎么的啊 比如说上海这边有一牛逼的公安局的局长 叫什么龚道安 是不是他们几个联合 东东安是湖北人 而湖北这边是龚道安在遥控 这么联合起来 想把细胞子给弄死了 那倒 所以一定要民间的勇士叫高喊打倒细胞子 那体制内的这些极端离者呢 是要叫灭了 直接一枪崩了细胞子 就这种意思啊 我们是这么分析的 有没有当然当然有了 但是你想想啊 公安系统 他是全国一盘奇奥 他是军事化的管理 你任何一个省里面的公安局的局长 公安厅的厅长 你必须要得到中共北京啊 公安部的背书你才行 公安部的部长副部长没有支持你 你一般是搞不定的 所以他们说这个最大的丑闻之一 就是这个孙力军参与了这个暗杀细胞子的这个这么一个跨省的行动啊 整体是由孙力军来协调的啊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而孙力军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呢 那是因为这个王岐山在背后指挥 所以最后还是把这个焦点的转到王岐山 王岐山呢被细胞子这个摆了一刀是吧 范冰冰的事情搞的是一辈子的这个英明啊 一辈子的英明啊 真的绝对是啊 王岐山年轻的时候才华很异啊 完了以后又是这个金融领域方面的专家啊 又是常委 结果呢被自己的这个一起扛过枪一起飘过枪的细胞子战友啊 给摆了一刀 而且有苦说不出啊 哑巴是黄连 你说是不是最后呢 他也知道跟习包子讲道理是没用的 所以干脆就策划了这么一场暗杀习包子的行动 结果是功败垂成啊 因为习包子不管怎么样 他是党和国家的您最高领导人 他的保安是非常的严密的啊 即便是王岐山想搞他 也可能性不大 所以孙力军呢也是叫做什么什么 类似于当年的这个金科刺什么秦王啊 结果是最后就是图穷匕首线啊 这个结果失败了啊 这么一种说法 就做事呢第一个丑闻 就是习包子真的被公安系统的暗杀过 这才是习包子 说要在全国的阵法系统啊 搞延安枕风的最大的原因 否则你突然你为什么要要要在中国搞什么阵法系统 搞什么延安枕风啊是不是 为什么要把中国的这个阵法系统抓了多少多少公安局长 法院员长检察局检察长 你知道中国抓了多少吗 将近100万个公安这个这个阵法系统的人 从这个法官到检察官到公安局的干警啊 真的是抓的太多了 基本上每一个县我跟你说啊都有好几个人被抓了啊 一溜一溜的从公安局的局长到副局长 还到一般的派出所所长好多人都被抓了 为什么要搞这个事情呢 是不是你你西包子有多大的本身 你把这样的一个手上有枪的这么一支力量给得罪了以后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们之前也讲过 包子里最后悔的就不应该搞这个事情 他应该隐忍应该像王岐山学习隐忍 虽然知道政法系统跟他过不去 但是还是要忍 因为他需要这样的一支武装力量 为他保卫他的这个红色江山 保卫他的农艺是不是 这是第一种说法啊 再一次证明江苏的对包子里的这个叫做什么 谋杀案啊 这个是绝对是不是空穴来风啊 绝对是有板有眼的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那孙力军呢 因为是帅哥嘛 是不是 现在不帅了 为什么共产党的官员呢 整天吃喝嫖毒 吃得太好 知道吧 完了以后呢又是搞得太好 知道吧 所以就是浑身就是发福了 你知道吗 那一张脸的话本来是挺清秀的 我看过孙力军年轻的照片呢 挺清秀的 结果呢就变成那个猪头三了知道吧 就跟包子里长得又挺像的了 但是呢 眉清目秀的眼睛比包子里大啊 完了以后 其实其他的地方也没什么太多区别啊 所以人呢 当了官发了财 你还能保持基本的这个身材 不让自己的那张猪头脸给肿起来啊 就是不要追求所谓的发福知道吧 要保持你的那个年轻的时候的清秀的状态 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 人家说了嘛 你30岁之前你的样貌啊 你的样子啊 那是爹妈给的啊 30岁之后你的样子就是你自己给的 你要控制要节制 节制饮食 节制滚床单 不要纵欲 不要这个吃吃喝喝搞得太腻了 否则你就跟这细胞子一样 细胞子年轻的时候长得也挺可爱的 挺挺有趣的啊 长着一张娃娃脸还是是不是 脸上二多岁的时候你看他说话 虽然一看就是个文盲啊 但是脸上还是有点婴儿肥的 挺可爱的圆圆的脸是吧 结果老了以后长成那样 为什么呀 因为我吃的太多 操的太多 真的不好 大家都都节制点啊 所以你看我这个有句说一句啊 这个我我我又想提到郭文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孙力军跟郭文贵之间有联系啊 孙力军代表王岐山跟郭文贵 直接打交到好多次啊 你看人家郭文贵啊 那比我们有钱多了是吧 他一直在健身 他的脸呢 并没有发福 知道的 并没有肿胀起来 并没有像包子这样长这个猪头三 也没有像这个什么 孙力军一样长这个猪头三 这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他在健身 他在节制知道吧 人是很容易长胖的 我告诉你啊 人到了这个40岁以后啊 我自己的感觉啊 我有一段时间就就 蹭的就跟面包一样的 就跟发面饼一样的就发起来了 知道吧 为什么呀 因为你就吃了睡睡了吃 真的就像猪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完了以后不懂得节制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人年纪大了以后啊 他的那个新陈代谢的能力啊 就就就就就衰竭 这时候脂肪就堆积 肌肉在流逝 为什么人会胖啊 因为肌肉流逝 脂肪堆积 所以人就 最后就长得像猪头三 像包子弟 像孙力军一样啊 但是孙力军再肿胀啊 再猪头三的老子 也比包子弟帅啊 所以第二个丑闻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孙力军和这个彭远呢 那的确是有一腿的啊 的确是有一腿的 就跟当年的王立军和这个 和这个什么 博古开来有一腿一样的 啊说这个那个什么 说这个孙力军给这个彭丽媛啊 保护的特别好 平时这个西包子要见这个彭丽媛 都都都都挺困难的 用彭丽媛不喜欢西包子知道吧 他喜欢孙力军这样 因为孙力军比包子要年轻一个 他十几岁不啊十来岁不 至少是十来岁的样子 还不止孙力军60年代的 应该是要年轻十好几岁了 所以挺有意思的啊 说他们俩有鱼腿 为什么呢 说他该把这个彭丽媛的 保护的特别好 最高级别的警卫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涉嫌持有 非法持有枪支啊 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比如在彭丽媛身边 安插了很多很多人 都是他的人 没有资格持有枪支 用彭丽媛他 虽然是西包子的老婆啊 虽然也要一级安保 但是呢 是不是做的有点过头了啊 旁边有没有什么别的人 是孙力军的人 安插了进去 而且持有枪支 总归呢就是两个仇文 第一个是王岐山 孙力军啊 还有湖北 江苏 重庆的这些 这一伙人的确曾经想暗杀过 西包子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王 孙力军啊 的确和彭丽媛有一腿啊 这个这个丑闻其实挺有意思的 一个是政治丑闻 一个是八卦丑闻 是不是 床地丑闻 做个土工的事情呢 你你你觉得很好笑啊 包子丁这个人智商真的是有限的 你这种这么这么高级别的人啊 孙力军的事情肯定送到他的办公桌上面 肯定他自己要看的 我要把他打倒 我要把他拿下 他什么罪名呢 就是非法持有枪支 这个罪名就不应该出现 你还不如说 你在外面有一堆私生子啊 贪了多少钱呢 是不是 或者泄露国家击灭 这个多好啊 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东西呢 所以包子丁又被他的政治对手 又摆了一刀 知道吧 故意把这个话加上去 然后又成为一个话题 大家又呵呵呵笑 我们一伙人呢 又在中南海下水道又开会 有研究 你这不搞笑吗 所以包子丁有的时候特别傻 他们说这一切又是王岐山在控制 为什么呀 因为习包子你打这个 打你打任志强 你打董红 你打孙力军 你打公道安 你打江苏重庆湖北 你打了一溜的人 有王岐山不倒 你打谁都没用 是吧 而且他们说孙力军 这个谁 包子里想把孙力军判死刑 但是根本就不可能 你没这么大能力 人家还年轻 你等你一下台 孙力军说不定又上来了 因为有些局面是王岐山控制的 孙力 这个包子根本就控制不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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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